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叔叔也非常喜欢这些可爱的小鸡哦 最近天气已经比较热了 是不是很适合出游呢 小朋友有没有去露营过呢 露营要找食物 还要自己煮东西来吃 最特别的就是在野外过夜了 那我们就来听听小鸡去露营 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趣事吧 哇 小鸡一家人已经来到了西旁边 这条西旁边啊 看得到远方的山 还有树林 风景好漂亮哦 鸡爸爸决定就要在这个平坦的地方扎营了 这次来露营的就是小鸡一家人 有鸡爸爸 鸡妈妈 还有五只小鸡哦 感觉非常的热闹呢 鸡爸爸和鸡妈妈 选好了一块很平坦的草地上面 就开始准备露营的工作 那露营的工作要做哪些呢 首先小鸡们啊 把大家的行李先拿出来 鸡妈妈也在把行李打开来 准备了很多的食材 锅子还有米 这时候鸡妈妈跟小鸡们说 你们的工作是去捡木柴哟 鸡爸爸在旁边 也开始忙着搭帐篷 鸡爸爸跟小鸡们说 今天晚上要睡帐篷哦 哇 小鸡们好开心哦 很兴奋的在鸡爸爸和鸡妈妈之间 跑来跑去 非常的兴奋 接下来小鸡们就背着袋子 要去做妈妈交代的工作 去找到木柴 五只小鸡开始在森林里 找寻木柴 有一只小鸡在树的下面 发现了香菇 哦 其他的小鸡啊 也在别的地方 发现了香菇 哎 这里有香菇 哎 那里也有 这里也有耶 到处都有香菇耶 那我们也带一些香菇回去吧 哦 就这样 五只小鸡不只捡了好多的木柴 还捡了好多鲜艳的香菇哦 五只小鸡围在一圈 看看自己捡了多少的木柴 哎 和鲜艳的香菇 嗯 满满的一袋 没问题了 可以回去给鸡爸爸和鸡妈妈咯 哎 这时候 大家才发现 嗯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哦 我们好像迷路了 哦 怎么会这样 哦 迷路了 在瀑布的旁边 河童听到了小鸡的哭声 哎 是谁在哭啊 喂 你们怎么了 河童去关心在哭的小鸡们 别怕 跟我们走吧 这时候 河童带着小鸡往河童的家走去 不然小鸡们迷路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这时候河童跟小鸡说 你们采的那些全部都是有毒的香菇哦 不可以吃的 那些很鲜艳的是毒菇 走着走着来到了河童的家 爸爸 这些小鸡迷路了 哎呀 怎么会这样呢 来来来来 叔叔啊 待会会送你们回去 但是你们回去之前 可以来看看叔叔在做什么 你看 河里的这些东西 就是抓鱼的工具哦 我们来看看里面抓到了什么 哇 是螃蟹耶 我也抓到鱼了 没错 没错 这个就是抓鱼的工具 不止鱼哦 你看 里面还抓到了泥丘 哇 很有活力吧 哇 好厉害哦 好 那我们就把这些抓到的东西 还有刚刚小河童们也去采到的 可以吃的香菇 一起跟着你们送回去吧 来 我们来做上这个 用竹子做成的竹法 一起往下游走去吧 哎呀 好舒服哦 怎么这么好玩哦 哎 看到了 看到了 爸爸 妈妈 啊 你们一定很担心吧 河童先生 真的是太感激你了 我好担心我的宝贝们哦 来来来来 大家一起来煮萤火晚餐吧 所有的人一起来动手准备萤火晚餐咯 鸡妈妈煮着晚上要吃的咖喱饭 然后鸡爸爸在生活 小鸡们呢 在准备包着肉丸 还有河童们在河边洗刚刚采集的香菇 然后呢 鸡爸爸用叶子把要烤的鱼包起来 还有还有小河童和小鸡 锯着一段竹子 锯出来的就可以当作碗和杯子使用哦 终于所有人都完成了准备的工作 就可以一起来享用美味的萤火大餐咯 哇 香菇咖喱好好吃哦 来来来 这里还有现烤的螃蟹哦 别客气 咖喱饭还有很多哦 哦 我教你们哦 石头啊 煮热了 把它放在包好的食物上面 也可以把食物蒸熟哦 太好了 我们有好多的东西可以吃哦 大家吃饱了之后 鸡爸爸用小火烤着饭团 旁边的小鸡和小河童们 就开始了饭后的活动 小鸡拿出他们的天文望远镜 请小河童来看看 有没有看到猩猩啊 你看 好亮的猩猩哦 还有小河童 拿着松树的果实 也就是松果 来教小鸡生火 用松果生的火 好旺哦 就这样 大家玩得好开心 不知不觉 也到了要离别的时刻 鸡爸爸和鸡妈妈 把准备好的饭团包起来 交给河童们 一起带回去 下次还要再来玩哦 拜拜拜拜 下次再一起玩 很高兴的是你们哦 就这样 和鸡爸爸拉着竹筏 挥手跟小鸡一家们 说再见了 好了好了 要到了睡觉着的时间咯 大家赶快进来帐篷里面 把睡袋拿出来吧 小鸡们进到帐篷里 把每一个小睡袋打开来 然后把自己的小身体 包进了睡袋里面 鸡爸爸和鸡妈妈 就跟小鸡们说晚安咯 好 故事说到这边 小鸡们的露营 是不是很有趣呢 不但找到了食物 然后还结交到了好朋友 一起完成了美味的萤火晚餐 不过啊 小朋友你去露营的时候 就要注意咯 看到鲜艳的香菇 那可能是毒的香菇哦 不可以随便乱采来吃 还有也不能乱跑远 不然就有可能迷路了 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记得要整理好环境 才能做个非常有功德心的小朋友哦 那今天刚好也是母亲节 也别忘了跟你的妈妈 说一声母亲节快乐 陪伴妈妈 听妈妈的话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母亲节礼物哦 好 希望你喜欢小鸡去露营的这个故事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